大家好,欢迎光临英伦时尚频道 在今天这个视频里呢,我跟大家分享人到中年,如何优雅穿衣 作为我们中年女性呢,其实我们比较津津乐道的一个话题就是如何优雅的老去 当我们在谈这个优雅的老去的时候,这个审美的定向已经确定了 关于人到中年优雅穿衣,第一个我能想到的呢,就是你要穿对场合 你去参加一个婚礼,这是非常正式的一个场合 而且呢,你穿了一个超短裙,不管你穿得如何精致,你的超短裙如何漂亮 你的身材如何的好,你长得像天仙一样,这些都救不了你,因为你穿错了 这个时候呢,你是不可以穿超短裙的,因为你缺少庄重 在这种正式场合呢,你至少要穿过膝盖的裙子 在日常生活中呢,非正式的场合,你也可能看到一些 就是说穿衣合场合不太合适的 你比如说,你穿着高跟鞋,非常华丽的dress 去爬山,这些就穿错了 第二点呢,我能想到的就是说 避免大的logo,就是说你非常大的那种 像足球一样大的这个logo 你比如说Gucci啊,Chanel有一些的logo是非常明显的 这些我觉得你如果要想穿衣优雅 这些你是必须要避免的 至于为什么要避免大的logo 因为你这个穿衣,你是要再突出你这个个人 而不是告诉别人,哦,你看我穿的是Gucci 我穿的是Hermes,等等等等 在欧洲这个穿衣风格呢,基本上是比较内敛的 就是说,你不用大的logo来向别人展示你多么多么的有钱 如果这个logo非常非常大,非常非常明显的情况下呢 其实呢,就等于向别人shouting Look at me 这是尽量要避免的事情 优雅穿衣的第三点,是衣服的好品质 衣服的好品质,它体现在你用的面料啊 你的剪裁啊,你的做工啊 设计主要是体现在经典款这一方面 然后还有这个色彩 它这个好品牌的这个色彩 这个色彩印染是非常的独到的 是一丝不苟的 人到中年,基本上你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 已经青春不在 不像20岁出头啊的这个女孩子 穿上这个披个麻袋都漂亮 简称披马美 因为青春洋溢,青春本身就是非常非常美丽的 你不在乎你穿什么 你本身的青春就是一切 人到中年以后呢 基本上一个人非常非常的成熟了 他不再像年轻人那样 不知道自己的目标 基本上就是说中年人的特点呢 就是从容淡定 不容易被外界的因素所影响 就是说内在已经非常非常坚定了 通过外在穿衣的好品质 来展示你的内在 第四点呢 有一些衣物是要避免的 你比如说棒球帽啊 卡通衣物啊 破洞啊 还有这个hoodie 或者是夸张的大冰靴 因为人到中年 你如果想穿的优雅 你要稍微内敛一点 就是说孩子们穿的衣服 就是青春张扬的这些衣服 你就不要穿了 因为这一类孩子穿的衣服 比较张扬 或者是下一代人穿的衣服 都是那种青春奔放的那一类 就是说已经明显的不再适合中年人了 当然你也可以说 哦我业余时间 我愿意穿什么穿什么 我喜欢张扬我的个性 当然是可以 没有对错 穿衣服没有对错 但是如果你想穿的优雅 你还是要内敛一些 优雅穿衣的第五点 就是张弛有度 所谓的张弛有度 就是中年人穿衣服的时候呢 稍微庄重一些 内敛一些 这样呢 让人觉得稍微有一些分量 要避免的是穿一些 比较暴露啊 比较有风尘气啊 或者是浅薄的这些衣服 基本上不会给你加任何任何的分 是和优雅穿衣背道而驰的 再有一个我想到呢 就是关于穿衣服这个潮 当然年轻人穿潮啊 可以非常非常的前卫啊 标心立意啊 这也是一种风格 并不是说好坏 但是你如果想优雅穿衣的呢 这个潮和标心立意 还是稍微要避免一点的 因为优雅穿衣其中一个精髓 就是要内敛 含蓄 稳重 关于优雅穿衣 另外一点呢 就是关于它的色彩 我认为很多人 他一想优雅穿衣 首先想到的是那种 黑白 棕灰 等等等等素色 或者是中性色 其实呢 这是一个误解 误概念 如果想就是说优雅穿衣 你大可不必 就是说回避色彩 这个色彩是可以给这个优雅穿衣加很多分的 但是有一点注意的是 因为这个色彩搭配啊 就是说对人的这个审美功力要求比较深厚 如果你没有把握的时候 还是采取素色为主 如果有把握呢 就是说你比如说你有一些绘画技术啊 你大可以利用色彩 就是说体现你的个性 因为好多人一想 哎呀优雅穿衣一定要素雅素色 这个其实没有错 但是呢 就是说你如果想形成你的风格 你一定要有你的个性 你的个性色彩 这点就是说style 就是说你不要回避色彩 色彩相比而言是给你加分的 优雅穿衣的第七点呢 就是关于这个内在 其实我们讲优雅穿衣 很多都是在强调外在 强调这个realized 啊眼睛里看到的 其实这个内在呢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它是反映你的一个人的这个气质 由内到外 它这个内在呢 就是说人到中年 基本上你的这个性格呀 或者你因为你这个生活经历 你的性格 你的工作经历都已经形成了 已经定型了 这个内在对外在的影响 是非常非常大的 经常有一种极端的scenario 就是说啊 一个人穿的可能非常非常漂亮 非常非常悦目 但是一张嘴就把人吓坏了 就说明这个内在还达不到 人到中年这个优雅穿衣 你不仅仅是外在 你还要内在 你和外在相匹配 这个内在呢 你可以通过读书啊 去博物馆啊 这样呢 就是说你经常思考 形成你思想的深度和眼界 这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为这个内在呢 会反映到你外在的精神面貌和气质 除了外在的这个穿衣漂亮 优雅之外 内在你的眼界 你的学识 你的思想深度要跟上 这样会内外统一 不会一张嘴说话 就会把人吓坏了 关于优雅穿衣的另一点呢 就是这个身材的管理 其实这个道理很显而易见了 你想模特儿穿什么都好看 因为他们高 他们瘦 但是你想 如果是一个非常胖的人 穿衣服 他的效果是穿不出来的 这个是非常简单的一个道理 并不是说要歧视胖子 其实呢 就是说你要想 穿衣服好看呢 因为人的这个身材结构 都是已经是个定式了 或者人这个长相都已经定式了 就是说你这个长相你可以化妆 你或者是做医美 这个身材呢 就是说是你自己要管理的 一定要健身 你不可能走极端 过胖或者是过瘦 当然这种过瘦并不健康了 我觉得就是说要适中 是以健康为前提的 优雅穿衣 关于配饰这个方面呢 就是说 其中分两类 一种是这个时尚手势 另外一种就是珠宝了 真正意义上的珠宝 真金白银的 就是说 你这个时尚手势啊 就是说 你如果想优雅穿衣的话 你要尽量避免那种 非常非常夸张的造型 就是说 还是一个关键字 就是稍微内敛一点 你不管是这个 真金白银的 真正意义上的珠宝 还是时尚手势 要避免过于夸张 当然了 就是说 你在休假的时候啊 你可以不必这样说 给自己画好多条条框框 就是说 随我们自己的心意来 一点错都没有 但是要想优雅 就是说 还是要内敛一点 避免过于张扬 过于奔放 这一点是比较重要的 最后一点 我能想到的 关于优雅穿衣 其实 就是关于这个 日常衣物的维护 其中有一点 就是把衣服要运平 这点 我想不是 每个人都 可能非常留意这一点的 但是这一点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就是说 你这个衣物 你不管什么面料 你一定要把它运的平整 你这个衣服 运和不运的效果 是完全不一样的 有时候我看到 我们不少姐妹 有的贴的衣服 确实是很漂亮 色彩啊 搭配啊 包括这个体态啊 各方面都非常好看 就是 有的时候就是 这个衣服没有运 就是这个衣物有褶子 就是一下子 把你那个高级感 就全部给你 就是拉没了 对这个搭配 尤其是这个优雅穿衣 这是要减分的 所以说 一定不要忘记 就是说这个衣服 一定要运凭整 你不管你是休闲也好 是正式场合也好 衣服运凭整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个foundation 好 今天这个视频 关于优雅穿衣 就跟大家分享在这里 因为优雅穿衣 其实也是一个 相对主观的 这个看法 如果你有什么 不同的看法 欢迎你在 YouTube下面留言 没有订阅的同学 不要忘了订阅 谢谢收看 下次见 请不吝 Fish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star